消防害海巡人員拉著繩索 一個一個準備下水 要找尋失聯者的下落 家屬坐在岸上焦急等待 希望能夠傳來好消息 海路搜尋之外 也出動直升機 不斷在海面上來回盤旋 海面上還投擲了照明蛋 希望能夠增加能見度 26號下午 新北市這對兄弟和家人 同事到萬里的沙灘游泳 兄弟兩個人遭到浪 捲到外海越漂越遠 漂到離岸500公尺外 哥哥的妻子聽到大聲呼救 立刻報警 請消持續搜救 27號清晨找到了哥哥 不過人已經身亡 弟弟仍然下落不明 目前正在潛水的人員 有31位 那有專業的那個總校官帶隊 那是針對比較岸邊 然後前岸的部分 我們做那個地產室搜尋 那個水上摩托車部分 那是往那個更外圍的部分 來做搜尋 搜救任務持續進行當中 消防以及海巡人員 將會在擴大範圍搜救 希望能夠盡快找到失聯者的下落 新新聞 張錦函 蔡宏董